观众朋友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进行第二个小时的新台湾星光大道 我们接下来来看 马总统要竞选连任了 那么现在他每一个动作 大家都会放大检视 那么尤其是他最近呢 频频下乡 去跟娇农啦 果农们啦 来面对面对不对 然后呢 频频要补破网 可是这个补破网到底成效如何呢 这个网是越补越大了吗 因为旁边有一些人呢 可能有一些失言 会让马总统觉得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大摇其头不说 而且说你快点回答 好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边呢 我们看到当着农粮鼠竹蜜 马拉下了脸 好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啊 马总统呢 他去访视屏东新竹县 跟屏东县的农民座谈的时候 有人就反映政府补助政策 图立大的厂商 结果只顾大的都不管那些小农啦 然后农粮鼠竹蜜呢 他叫苏茂雄 他就赶紧回答了 他说我们回去讨论之后再说明 然后马总统当场就变脸 追问他原因 要他赶快讲清楚 然后呢 这个苏茂雄呢 就必须要赶快回应农民们的问题 这个真的就糗大了 那我们就要来先讲一下了 这个马总统不是最近呢 他还频频问交农啊 到底这个现在情况怎么样啦 我们要先来请教一下这个施承 施承 这个旁边的这些官员 如果说这个马总统都这么积极了 如果他们还不赶快绷紧神经 把事情搞清楚 那这样的话 只会让马总统更生气 更难堪 不是吗 不晓得 我觉得有些官员是不看电视 其实最近大家吵得最热的就是焦农 他现在这个卖相不好 就是他的卖价不好 可是呢 有时候如果他的水果价钱很好 是谁得利 他不是果农 他是经销商 那时候陈水扁开放的时候 那时候因为层层剥削的结果 所以造成获利者是中间商 可是因为所以就直接让经销商 下去跟农民去溢价 结果结果是经销商为标 就农民依旧没有受益 那这个很简单的问题 我不晓得为什么现场农业的官员 会回答不出来 那还是说我有看当初不看的 但是我要讲 农业问题农民问题 是昨天才发生的吗 是前天发生的吗 所以我说宋楚瑜讲过一句话 他说这一次这个国庆盒 我只是观众 我认为马政府执政期间 除了马英九很忙之外 这个马团队里面很多也是观众 就是说很多事情我要讲 亲民党的问题 请问亲民党是昨天才成立的吗 还有红卫跟我刚刚讲的 要加新党 农民问题农业问题 这些问题你平常到底有没有在解决 有没有在做一些思考长远的政策破话 显然是不太用心 不然的话 平常在这三年当中 有关新党有关亲民党 怎么样去调和 不用在现在料料理在 我还在等啊 我百分之百努力啊 我不想要努力什么东西 还有农业问题 农民问题 现在你看 今天我们Daryl可能谈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老农 老农年金现在 要不要加一千块的问题 一千块现在问题 这个问题到底 要加还是不加 大家都在做选票考量 那事实上如果说平常用点心 用实际的行动 去健全制度 让农民能够在平常受获益就多一点 这一千块算什么东西啊 对不对 所以大家就说 在选前又想到农民 选后我就想起那个金门大桥 当然现在已经开始盖了 以前金门大桥 选前就浮上来 他选后就下去了 对 大桥金门大桥 所以说农民问题也是一样啊 选前又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然后选后又沉下去了 所以我觉得两档都一样 短视经历的结果就是 所有的纳税人要受害 就这么简单 这个我们也其实有注意到 这个马总统呢 他到屏东去看焦农的时候呢 那么结果其中有一位焦农 徐桂元 徐桂元先生 那么因为他日前呢 在马总统来的时候呢 他有反映这个焦 相交的这个价格啊 很不好嘛 然后呢 这个马总统那时候 不是还回了一句说 你怎么不早说 结果大家就放大来做解读啦 说哎 马总统怎么这样讲呢 那后来啊 其实据说 这个农民啊 自己心里面也蛮过意不去的 因为呢 他曾经啊 是马总统选定去 三年前去他家 Long Stay的 那个农民 然后呢 也可以算得上是 这个民间友人之一了吧 结果呢 这个这次又碰到了 这个徐桂元这个焦农 然后呢 这个徐桂元就马上讲了说 哎 这个价格有变好了 有到14 15块啦 结果旁边有一个富人 那他也是种香蕉啊 他就说骗人 然后马上就这个吐槽了 他说 这个前天呢 其实才6块 今天不过才10块 哪有什么14 15块 然后呢 这个马总统就说 哦 那我应该要常常来 好像意思就会让你觉得说 这个总统一来 这个香蕉的价格就会变好 这样子的一个场景 这样子一段对话 我想听听看徽文 看到这个新闻感受如何 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没有这个 就是昨天马总统 这个画面 有 那个拜 那个拜 那个拜其实是重要的 就说 其实这是一个 很明显的对比 我真的觉得说 马总统就是要多 多秀这样的一个那种 那种 总统的那种高度跟格局 说马上回应问题 马上回应问题 你不要跑 你跑走 你这些农粮署的一个主任秘书 其实是个不大的关 那你坐在总统旁边 总统有农民朋友提出问题 叫你回答 所以我们回去研究 回去研究 那你来干什么 因为坐办公室吹冷气就好 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 是一个让马总统很受伤 是 好 怎么不早受伤 那当然他们解释说有误会 现在有误会 我就把他擦掉了 马上回应问题 以后你到下乡去 不管到 其实马总统最近都在农业线跑来跑去 看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马上处理 而且马总统其实上个礼拜 有开了一张支票 说一个礼拜之内农委会会把这个 产销运销制度这个 做一个检讨报告 我觉得该拿出来 那农委会主委陈虎雄 如果没有办法 马上处理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陈虎雄也自己应该知道进退 不过刚刚主持人提到 那个相较的问题我有点这个意见 就是说如果娇农的反映说 总统来可以卖14 15块 你一走 我昨天因为有报纸写6块 有人写8块 我也不知道 那我就算那7块好了 那怎么会差一倍呢 那问题在 当然总统那个话是开玩笑说 那我天天来好了 天天你都卖15块 这样可以了吧 这不是这样子 总统你这样当是 一个比较诙谐的一个讲法 那我们要去研究这问题说 怎么会差这么多 是不是中午有人在乘 伤害到了最基层的这个胶农 他们说中了老半天 总统来那天14 15 那是不是给总统命 那有没有人 如果主任我是觉得这是严重 就是说今天总统要来 要去看光晴才看 我们看光晴才15块买 总统一走说 过了一个礼拜 光晴可能另外一片香蕉又收成 总统今天没来 六口买买不 你不买买你会冷气哦 其他的盘商 实际上不会来用光晴收 因为他知道光晴长期是跟我合作的 他不敢来收 因为我可能跟郑思成是勾结的 他不敢来 所以光晴不卖我 他就得烂掉 香蕉就得烂掉 那你就6块卖我啊 不然你叫总统每天来啊 假设有我讲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 其实总统讲说马上回应问题是对的 而且要马上解决 这个真的是比那个1000块重要太多了 农委会副主委胡新华在旁边就赶紧来讲了 他就说绝对没有什么补助 只有针对大农而没有针对小农 但是呢这个里面还有很多的问题呀 刚刚其实这个辉文有特别谈到一点就是 产销结构的这个问题 其实要特别留意 那其中这个产销结构当中 他有一环就是那个通报机制 因为有农民就在讲了 他说其实啊我们这基层的农民啊 你说真的要我们上面去这个 找谁都不知道 那这个通报的机制是不是有问题呢 那你们可不可以做什么呢 帮我们来解决啊 否则的话我们的苦要向谁诉呢 他们认为农委会做得很不好啊 那他们的感受是从何而来呢 如果说农委会都做得很好 为什么这么多的农民会这么的生气呢 那马总统脸色也就不会这样子 立刻一沉啊 说你赶快给我说清楚 好好的回应啊 红威 我想讲一下这个马上回应的问题啊 是 马总统下乡不管他是竞选的行程 或者是总统亲自到这个地方上啊 来关心农民的这个他的生计啊 或者是这个果菜的价钱 到现场 让这个所有的这个官员在那边 现场临时考试 我觉得这就是不及格的啊 这真的非常不及格的事情 为什么当地的民众巴望着 总统那么大的官 最大的官来了吧 你总要解决问题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其实像我们民意代表 我们也常在做会刊 或做协调会 如果今天我知道 这个问题是我今天到现场去做会刊 如果还说 大家再研究一下 那我根本就连去都不敢去 所以我们甚至都会要求说 比如说今天是地方上公务的 我们请局长一定要参加 局长你如果真的很 这个政务非常繁忙 没有关系 找一个能决定的人来 好你到现场一定要告诉我 yes或no no我还让你不要来了 好我们甚至都要先讲好了 这个刷盘推演 可能有什么状况一状况二 然后你到现场 你不能说我带回去再研究 no 这个咪代表什么面子啊 所以我要讲 也许我相信 可能立委都是这样要求 那总统 总统你下乡之后 你请一个农粮署的主秘 这个成绩太低了 农粮署主秘 主任秘书是做什么的 这个可能对很多的民众来讲说 哇主秘书是一个高官 可是主任秘书就是一个幕僚啊 他事实上是没有决策权的 所以你当天农委会 他有个副主委在现场嘛 而且也应该基本上 说实在 你今天去看浇农 你真的就是带两串浇去吗 然后什么东西都没有吗 你到那边去是做什么呢 然后人家来问你 这个主秘不敢 不敢那个做决定 然后说我们带回去研究 让这个总统很没有面子 对 对 好